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中国重庆大族时刻的千手观音像 最大的特点就是那近一千只手臂 层层叠叠 如孔雀开平般华丽精美 然而 据专家统计 这些手臂中有近200只 都存在断裂残缺等问题 这无疑影响了观音像的整体美 那么 专家们将如何妙手回春 为千手观音像断指再造呢 2010年的一天 天刚蒙蒙亮 千手观音像的修复专家们就出发了 他们驱车来到十公里外的一座小山 一行人背着竹篓拿着锄头 稿头 铁锹 在山上寻寻觅觅 又是挖 又是刨的 他们这是在找什么宝贝呢 现在我手里拿着块石头 它就是大族当地这一个 也就是红砂岩这个石头 它就和千手观音 本体用的石头是一样的 我们在修复过程中 残缺不会补行 只能用这种石头 原来专家们正在为千手观音像的 断指再造准备材料 千手观音像有手臂八百三十只 密布于整个山崖之上 畏为壮观 然而岁月的侵蚀 让这些千姿百态的手臂 饱经沧桑 不知什么时候 千手观音像生前的一只右手断裂 1954年 千手观音像的一根手指 风化掉落 1985年 一只五十克的手自然脱落 2007年 又有一只手指突然掉下 据专家统计 截止千手观音像修复的 一号工程启动时 造像八百三十只手臂中 有近二百只手断裂或残缺 破坏了观音像的整体美观 把这些断裂补好 是修复千手观音像的 一项重要内容 根据文物修复 修旧如旧的原则 专家们跋山涉水 寻找与千手观音像 一模一样的 沙岩石修复断裂 沙岩石被一块块地 搬回实验室后 修复人员要纯手工将其碾碎 磨制成石粉 然后根据修复部位 食指的不同颗粒度 选择不同的筛子 筛成粉末 最后加入加固材料 调成沙浆 进行手指的塑形 千手观音像八百三十只手 无一雷同 缺失的手指是粗是细 是长是短 是卷曲还是伸直 都可能代表不同的含义 那么修复专家们 以什么为依据 为消失的手指 进行续接呢 千手观音是这么一个大的作品 它是左右对称的 所谓的左右对称呢 就是从主尊左右两侧 它的这个手型手势 包括法器 都是相对应的 所谓相对应的就是说 都是一致的 我们其中有一个修复原理 就是这个按照 左右对称原理 进行这个修复 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我们通过三维书具 因为这都是统计学的原理 如果是这一只手 我少了以后就是 缺的这个手指 缺多少 根据它的这个手指 是能够算出 它的手自长 身子脖部可治疗 在实验室里 摆放着许多雕好的手臂 这些都是修复人员 在练习手指 补形的时候使用 断修业 是敦煌文物研究院 文物修复专家 他为修复人员 进行着专业的培训和帮助 要一次次的 把雕好的手全部破坏掉 然后再拼接补形 练习基本功 牵手观音像外部手指的断裂残缺 可以直接进行修补 但是手臂内部的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断裂 肉眼根本看不到 那么如何才能寻找分辨出 内部隐形的断斩呢 牵手观音像内部实质的情况 肉眼根本看不到 但是根据经验 八百多年的岁月侵蚀 观音像手臂内部 一定会有许多的断裂 这些隐藏的断裂如果不修复 会为观音像留下隐患 影响它的寿命 专家们用手去摸 在好像有断裂的地方 用银针小心的试探 希望了解断裂的程度 可是由于观音像的石头材质 银针的作用实在有限 到底怎样才能寻找 分辨出内部隐形的断斩呢 会议室里 专家们激烈地讨论着 由于工期紧张 许多专家都好几天没有休息了 更有不少人是带病坚持工作 这时因为修复人员 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 他刚刚从医院回来 他告诉大家 由于检查需要 刚做了一个CT 有人开玩笑 要是也能给牵手观音像 做CT检查就好了 肯定能把内部情况 看个一目了然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一位专家一拍大腿肯定地说 这个方法可行 用X光射线探商仪 不就可以给观音像 做CT检查了吗 X光射线探商仪 通过扫描 可以看到文物的内部情况 但是这种仪器 在牵手观音像 这样庞大的不可移动文物上 从来没有使用过 它到底能透视到什么程度 谁的心理都没有底 在确定这种仪器 对文物没有丝毫的损伤之后 修复专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决定用X光射线探商仪 对牵手观音像进行一次扫描 X光射线探商仪 与医疗X光检测的原理差不多 但是它的功率更大 精度更高 X光射线探商 是一项相对危险的工作 因为仪器扫描有巨大的辐射 每次工作都要在晚上 游人散尽后进行 修复人员小心翼翼地 将X光射线探商仪 放在牵手观音像 需要探测的部位 前面放上一张片子 然后修复人员 还只能远距离进行拍摄 经过扫描 大家惊喜地发现 透视效果竟然出奇地好 比如这只手表面上看是好的 通过X光射线探商之后 就发现手掌中间 其实已经断裂了 根据扫描结果 可以及时有效地 对内部的断裂 进行加固 填充和修复 彻底根除了观音像的实质病害 扫描的成功也为修复人员 树立了信心 专家提出科学修复的理念 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仪器 在修复工作中大显身手 3D扫描仪也是其中之一 在以往的文物修复中 修复人员通常都会绘制平面的 二维图形来记录文物现状 它并不能准确记录 立体文物的每一个细节 在牵手观音像的修复中 专家们大胆启动三维扫描 通过扫描可以清楚地记录 观音像的每一个细节 手指的长度 弯曲的角度 甚至每一块金箔翘起多少毫米 再通过建模 科学的计算 可以对缺失的文物部分 进行模拟修复 这是三维扫描打印出的 缩小版的牵手观音像 这是通过三维扫描 虚拟修复牵手观音像 呈现出最终完工的样子 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是牵手观音像修复的一大特色 观音像的修复工作 每一步都充斥着困难和挑战 这一天 专家们意外发现 观音像的主手臂中 有一只手明显不对 从风格到工艺都不是宋代的 为什么会出现一只错误的手臂呢 专家们又将怎样为它换手呢 牵手观音像主尊前身的手臂中 右边的这只从形态到风格都是不对的 很显然不是宋代最初雕刻的 原来不知道什么时期 手腕以下整只手都断裂了 八十年代 修复人员根据想象 简单捕上了这只手 手上盖着一块下垂的手帕 作为掩饰 错误的手臂无疑影响了观音像的整体美 修复专家决心将这只手重新捕上 那么消失的手臂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呢 2013年开始 修复人员辗转多地进行考察 先后到了四川 重庆 山东 河北等地 走访了三十多座石窟 研究实质观音像几百尊 通过仔细观察研究 试图找到修复观音像手臂的依据 遗憾的是 最终专家们也没有找到可靠的依据 消失的手臂牵动着修复专家的心 修还是不修成为一个难题 修复专家们不停地开会研究 激烈讨论 计算着修复的各种利弊 最后大家决定 还是根据对称的原则 按照另一侧相对应的手的形态 制作了一只手 但是同时制定了一套科学的可逆的修复方案 这一只手的修复啊 主要是采用的可拆卸式的一种修复方法 也就是利用这一只手历史上的一个修复照孔 然后我们定制的一个导管 摆入这个修复照孔里边 接下来呢 我们再根据我们前期调研的结构 和牵手观音主砖 胸前这六只手的对称关系 打着了这个如意诸手 然后在这个如意诸手里边植入一个毛杆 然后我们把这个毛杆 摆入到这个告关里边 完成这只手的修复 这只修复的方式 就是第一个方面 是为了满足我们文物修复的真实性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以后遭到更确凿的证据 就很容易地把这只手拆卸下来 重新修复 也就是为这只手的下次修复 留下了一个可操作的空间 断纸再造之后 就要为观音像穿上金衣了